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还有来自各地的志工 还有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为什么会有原始点 我一个质疑的中医是二十几年 怎么会把诊所关掉 然后愿意走出来 然后到处跟大家讲原始点呢 当然如果没有我太太 就没有接下来的这一段因缘 这要回顾到十几年前 就是我太太也是一场疾病 她得了乳癌2B 那时候检查出来 西医说一定要赶快手术 要不然肿瘤会快速恶化 甚至肿瘤 那我跟我太太想 这么重大的突然间降临 对我们是很无法接受 我太太才四十几岁啊 四十出头的人 体力还不错 怎么会得了乳癌呢 那好还是要面对 所以我跟我太太最后商量 那就相信西医 我们认为西医对癌症研究的报告最多 应该是最可信的 那我们也挑了 我们南部最有名的一个外科手术医师 要挂他的号不容易啊 记得有时候天未亮就去排队 那整个过程中很辛苦 那手术医师也跟我们说非常成功 但是我在这一段期间也看了很多的一些资料 发现好像手术后还是会有转移的疑力 所以我有一点不安的问这个手术医师 我说手术后会不会再转移 他说哎呀你放心啦 他手术几千例 没有一例复发的 也许他是在安慰我 我又信以为真 那我跟我太太就比较安心的回去调养了 那我们也开始就是整个日子开始改变 作息比如天刚亮我们就去运动了 那饮食也用尽各种办法 所谓的生机饮食啊 这些我们得也用 反正人家说好的我们都用 但短短的半年左右 我太太伤口还是一直不能愈合 所以只好再去医院复检 那那时候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我太太腿部扭伤 坐骨神经痛 也一直觉得怎么老是好不了 然后去门诊之后 医师看情况好像有点异样 然后再进一步检查 发现癌不但原味长出来了 也就是原味复发 而且也远处转移到 骨头去了 然后我们就再转诊到 原来帮我们手术的 这位有名的医师 也问他为什么短短半年左右 就转移了 那当时候你不是说 几千例都成功吗 我是这样问他的 他当时候就直接跟我讲 是啊 以前我讲的是真的 我几千例都成功 但从你太太之后 有两三位像你太太这样 你太太是两三位中的其中一位 那听到这样 我跟我太太是不能接受 但是不能接受又能耐恶 那他进一步跟我讲 他说 与你太太已经远处转移了 应该活不成 一定会死 当着我们的面 我们听到 怎么会这么快速 从手术到半年后 西医的说法完全变了两样 而开刀前他充满信心 说这个乳癌很容易的 可以活很久的 到短短半年 就帮我太太宣判死刑 为了这一句话 我跟我太太很恐慌 也很沮丧 我们离开了医院之后 我们就开始想 我看我太太还那么年轻 孩子还很小啊 两三岁 我觉得这场悲剧来得太快了 我都不能接受 所以我跟我太太在商量 好 既然西医已经宣判死刑 那我想 中医应该还是有办法 但是我是中医师啊 我自己想 我能力还是不行的 因为我平常在诊所 看一些胃肠病啦 感冒啦还可以 但是这些重大疾病 我没什么经验啦 所以心里还是 余力蛮多 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 但是我想 中医一定有一些高人 那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国内这里的名医 我想这里应该可以找到我要的医师 所以就透过网站搜寻 这里有关的一些讯息 那也了解到 确实有一些医师说专门治肿瘤的 中医师 那我就费劲千方百劲 因为十几年前是不能直行的 那要找到很不容易 那也跟他通了 那最后找到天经的一位医师 那这位医师说 好那没问题 药是贵了一点 但是很有效的 他专门在处理这些 也等了很久 终于这些药到我手中 哇 我跟我太太是 稀息若狂啊 那时候我跟我太太 也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让我太太安心养病 所以我把我的孩子 寄养给一些人 那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独自到一个偏延的山区去 那个假日都人烟汗炙啊 那我们就请一个 就是帮我们煮饭的 就这样三个人 就在山上度过我们的日子 那第一件欣喜的事 当然就是 这位天经的医师寄来的药 让我们充满着信心 但是吃了差不多一段时间 发现越来越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吃完药 半个小时候 身体都会发抖 都会全身抖起来 那我在想 这应该是药气再醒 我跟我太太一直安慰 这个名医开的药 果然有效 因为吃了都会有一些 不同的反应 那如果你们现在学原始点 已经知道了 吃完药会发抖 那是什么 对寒 我太太是因为太寒 那所以抖起来 但是我那时候 都往好处想 但是 吃了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 不对了 我太太竟然越来越无力 然后胃口越来越小 甚至胃也不舒服了 吃这些药 然后走路越来越困难 我惊觉到 啊 是这个药有问题了 所以我紧急在联络北京的 这位医师 那这位医师就说 其实你太太喔 来的时候已经癌痦了 那如果依她的经验喔 她还是建议 要去西医化疗 然后再配合中药 那我想 那不就 西医已经宣判死刑 这一句话不就是说 再回到西医怀抱 那我们不是 这一场不是完了吗 所以我想 哇那中医师 等于也放弃了 他自己也认为 他要不行 一定要配合西医 那西医也说不行 所以在百般无奈想 我还是不放弃 我认为国内的高人 一定不止一人 所以又继续往上收 结果又找到陕西 陕西的一个名医 然后也问出药 这时候我托我弟弟 经过香港再到陕西 他也是费尽很大的功夫 最后也是拿了 好几箱的药 我说一定要买多 因为如果有效 那如果你买少 两岸不方便 要拿一次药 确实不容易 那我弟弟 真的如我所愿的 带了很多 好几箱的药 而且还 我还交代他一个任务 到国内来 去书籍 只要看到中医 有关癌肿瘤的书 全部购买 不管什么 只要跟肿瘤有关的 都买回来 那我弟弟不负使命 就很快的就把这些 我要的东西都拿到了 那一方面就开始 我太太继续吃陕西的民养 那我呢 开始把所有的资料 也就是从这里拿回台湾的 我开始一直翻 我速度很快 因为我读书 因为又是本行嘛 也很快把所有的书消化掉 然后我自己把它分门别类 然后他们有什么派 有什么派 都把它归类了 归类之后 我对自己慢慢也 有一点信心 那我在看这些药 吃的结果怎么样 结果经过一个多月下来 我太太依然没有见起舍 而且情况继续恶化 我终于确定 这些药终究还是徒劳的 那这时候 明医也找过啦 明药也找到啦 我太太还是一如如往昔的 体力越来越下降 生命越来越脆弱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讲 没关系 我一定陪你站到最后 一兵一组 我绝不策队 这时候 我说我挺身而出 我帮你开样 我也会争 也会揪 也会开药 我来帮你 那我们就在山上 我开始开了很多药 反正书上写的这些药 什么以毒攻毒啦 蒸气足则写不可干啦 也就是加强抵抗力的补药啊 还有什么温病学派的 反正各种书我都看 最后我认为我的太太痛 一定要吃虫养 能够通筋串弱 然后也能够达到止痛的作用 结果你知道我前些啦 蜈蚣啦 这些毒药我都买 我才知道原来蜈蚣粉喔 非常臭 那臭归臭 为了活命照吃 那时候是很辛苦的 那吃了 我太太还是不见其事 我想哇 这么多名 我看了这么多的书 该用的都用上 还是没效 我在想 好 那中医的三大疗法 我也全部药用上 一针二揪 三用药 针 我开始在她身上扎针 结果还是没有效 再来揪 我用艾条开始 艾条没效 我就用艾罐 艾罐更猛啦 那个吃罐 然后我塞进艾草 我一次用二十几罐 然后二十几罐 你们了解喔 要怎么温呢 我设计一个箱子 你们可能不知道台湾喔 有一个 一夜十五都盐水有一个 庙会他们会放风泡 很多人都会去那里看 就是把泡 泡足喔 在箱子一层一层的 然后同时点燃 哇 那个烟泡就乱到处乱飞 我就想到 因为我那时候在心营跟盐水 就一线之歌 我想我也设计一个箱子 像风泡的箱子 然后把艾罐一层一层的排上去 那在山上因为人烟汉制 我们也没有什么担心 我太太就脱光衣服 然后同时二十几根点燃 然后我买了一个工业电扇 那个工业电扇到现在为止 是我看到的 最大的电扇 很大 然后一点 同时点燃 然后风扇一叉一旋转 整个的烟雾就直接抽到外面去了 那个力道隔膜 但是这么大的 爱惯的温揪 我太太只要二三十分钟 皮都快烤焦了 变紫色 我太太也受不了 但是温揪的过程中 我发现一件事 我太太很疏 它那个半个小时不会很痛 但做久了它会酸 那做久会酸 你不能再温下去啊 那皮都快烤焦了 再烤下去可能 真的就会出事 所以我们这样来回 处理几次之后 我说这样也不行 因为温揪时间不够长 所以我又发明了 就是衣叫 然后吊着 那个钢丝类似这样 然后我把爱惯穿孔 然后下面有一个网 就是过滤网 怕烟灰掉到我太太身上 然后就挂着 然后我只要点燃 我不用拿 我要不然拿着很辛苦啊 那我太太长久要温敷 拿几个小时 你们可能也受不了 那就这样挂着这样 温了 好 我试尽各种办法 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那其中有几件事 让我太太放弃了 放弃这一场 我们说想杀出一条血路来 因为第一个 在山上太孤单了 她看不到孩子了 思念之情啊 常常意义言表 然后在山上 人烟汗智 我跟我太太 整天听到的 就是一些蟲鸣鸟叫 你们别以为 那个空气很新鲜 那时候心情不好 看什么都难过 然后到了晚上 那个蟋蟀叫 特别凄凉 那两个人 在山上也不能做什么事 然后就念一下地藏经啊 就只能这样 那白天又想孩子 所以好不容易判啊判 每次都判到礼拜天 然后尤其下雨天 那个更加孤寂 因为那个雨水打在窗户 滴滴答响 整天都听这些吵杂声 更加思念了 那每次孩子来 哇就是我们精神的资助了 就好像又一次的团圆 那这样的过程中 有两件事 让我太太 最后提前想下山 就是有一次 我因为我白天还是要去门诊 那要从山上 那里路弯曲很难开 然后高低不平 那每次下山 她就开始担心我了 那我回来的时候 因为要看我太太 我开车都特别快 为什么 我怕万一来的时候 我太太已经没气了怎么办 因为她身体脆弱到不行 结果有一次 因为开得太快 在转弯处跟一辆车子 从很远我就看到她了 要刹车也来不及 就直接对撞 那路很狭窄 下面滚下去就是一个小夕阳 那个大概有三四楼高 我想撞下去那一刹那 我说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完了 但是我看 因为我们平常开车子往前看 就是看车嘛 人嘛 这时候我看到我拿方向盘 踩着油门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天空 那车子是斜斜的 我想一定会掉下去 所以我一直猛踩油门 希望它不要掉下去 结果果然没有掉下去 那对车的人就出来 他跟我示意 叫我窗户摇下来 那他跟我讲 你现在车子的情况是 四轮行空 但底盘刚好有一块大石头 把你顶住 所以你车子才没有掉下去 所以他说不要开车门 他啪一开 整个车子就滚下去 他说你手伸出来 那我帮你拉出来 是这样危急才把我拉出来 那躲过这一劫 因为我太太一直等我不到 我知道他在担心我 所以我也跟他报个平安 那他知道我出了一点意外 那也叫他们家人来看 包括也把我最小的孩子 也把我来看 那他很天真无邪 看到这一幕他说 爸爸你好厉害 你怎么有办法把车子开到石头上 那回去我太太就开始担心我 她说以后要小心 她说山路这么难看不要急 那我开始也听见我太太的话 但是有一次就是我孩子又到山上 那我们很珍惜啊 所以我们说要不这样 这一餐我们到附近寺廟 填个香油钱 那钱家在这里也共寄一餐 那我那个车子又出事了 就是开到一个坡度的时候 竟然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那我想上不去就把他直接推去 我那时候是脑袋太简单了 那也没有做防护措施 那我太太那时候已经皮包裹了 走路都要搀扶着 所以我叫我太太说 你放心你在旁边看我们 我跟孩子一起努力把他推上去 结果我的孩子 我们大大小小都全部出动 就开始推车 但是发现车子没有往前进 竟然是往后一样 结果我最小的孩子 就整个被车子压在底盘下 这时候我太太看到这一幕 嚎啕大哭 然后一直喊我最小孩子的名字 不但喊 边喊然后边往前冲 是快步的跑过去 我看到这一幕 我开始掉泪了 因为我太太连走路都困难 她竟然用跑的 然后独自在推车 她想把孩子救回来 但是她根本推不动 然后只能一直哭喊着孩子的名字 但是在山上啊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那这时候 我抑制了满腔的痛苦 那时候真的是撕心裂肺 我跟我太太讲 没有用的 我把车子还是往前开 看看怎么办 看看孩子到底怎么了 因为我第一个念头完了 因为她肯定出事 那如果出事 我第一个坏的念头也开始想 我说那我一定会被抓去询问 为什么 凯诚凯诚这样 那如果这一场事故 我还要被抓去 那我太太没人照顾 也死了 所以我想这一刻我感觉到 第一次感觉到 已经驾破人亡 但是抑制自己的难过 我就还是把车子往前开 还慢慢的开出去 我小孩子竟然奇迹试得怎么样 起来了 这时候真的百感交集啊 看到哇这个老天还是有帮助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吃 就是吃饭的心情了 经过这一场 我们就急着回家了 就再开回家了 开回家我太太竟然躺在床上 三天下不了床 就是她的所有力气 在那一刻已经完全耗尽了 那情况就继续恶化了 因为这一场之后 加上这样的冲击 我太太体力进一步 就是在急速的下降 那时候也快到中秋节 我太太跟我讲 没有用的 我知道你很努力在帮我 但是这一场 看不到任何希望 她说这样吧 我们还是认清事实 我们下山 因为中秋节是一个团圆日子 我们跟孩子再团圆一次 这样我这一生就够了 不要想太多 但是我不忍啦 我当时候我已经答应她了 我说我要怎么样 陪她站到最后一兵一组 绝不撤退 我内心痛苦到不行 我不想下山 但是我又无人为力 因为我再怎么努力 这一场也没办法挽回 最后只能喊脸 然后整理行囊 然后跟我太太 真的就下山跟孩子团聚了 那中秋节 这个团聚之后 又人怎么样 我太太情况进一步恶化 接下来她脚也水肿 然后呼吸 连呼吸都喘 然后最后也带氧气罩 然后躺在床上 完全无法翻身 然后只要要躺的那个动作 她就会痛苦到哭 二三十分钟 为什么 她全身都是硬邦邦的 只要一有拉开的动作 她就会痛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她痛到这样 她最后跟我讲 她不想活了 她说在山上 她求生 但求生不得 那现在呢 她但求一个好死 她说不要再 活着实在太痛 她临死也不想生 那就叫我再进一步去跟西医 问看看有没有 就是临终关怀 也就是安宁疗 台湾叫安宁疗法 能不能让她死得平静一点 有尊严一点 我无人为理 只好照她的话继续做 那医师协商好了 我们等了一个礼拜 终于等到床位 那我太太不是 我们不是开车送 是救护车 然后抬着担架 把我太太抬上去 然后直奔医院的急诊室 那医师已经在那里等 然后看到我太太的情况 她说 我肿瘤看过这么多的患者 你太太算是最严重 然后她立即叫人家输血两代 然后在做一些检查之后 她很沉重的走出来 脸色我看不大对 那个医师会这样 因为我自己当医师的 肯定不是好消息 然后她跟我讲 依她的经验 你太太大概七天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叫我要准备后事 我一听 哇 这么有经验的意思 都这么讲了 那我也只好如实跟我太太讲 因为我太太已经抱着 必死的决心才来这个医院 那我太太听了说 好 没事 她说你赶快安排 叫以前她的一些 助念的朋友 赶快到医院来 帮她助念 她想平静地走 好 那我也照她的话去做了 那一些以前的朋友 就准备来医院 也很多都提前 甚至有些就请这样 来帮我太太 那我个人呢 我个人还是不放弃 我还是继续跟 中医的朋友们探讨 以我太太这样情况下 中医还有什么好方法 那时候我朋友也提出 是不是我们用人参 因为有一个传说就是说 人要死之前 最好不要吃人参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说吃人参会断不了气 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这里还是有人听过 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传说 那我一想到这样 这不就是我要的吗 我就不想让我太太走 所以我那时候 当下就决定买红参 然后红参一斤 在台湾是600克 我一次用200克农间 我从来也没有容奸过 那这一次是第一次 反正死马当火马医了 那开始给我太太会容身她 那当然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也怎么样 准备还是要拼 结果一天一天的过去 等到第七天了 我太太生命好像越来越好 也没有想要往生的迹象 所以这些注念团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他们只好先走了 那他们离开了之后 这时候我看我太太的生命迹象 确实稳定 但我静一下再想 但问题她躺在那里 连翻身都没办法 连下床也没办法 那这样还是死路啊 我没有看过不动的人啊 一定要我就是要动 所以我这时候又想了一个 急招 我说好 那她动不了 我就请人帮她按摩 24小时按摩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听过 一个人可以24小时按摩 我开始 反正我的点子还蛮多的 就开始胡思乱想 那我真做喔 我这个是想到就做 我不会考虑太多 然后真的就是外劳也请 然后看护也请 反正就是凑足了 有差不多有四个 我请四个 还有我耶 那为什么要请四个 因为三个八个小时 那她按摩不是像我们这种按摩 这样揉几下我太太可能就挂了 我们是用指尖 指腹这样轻轻的按 然后在她背部 她不能翻身我们手指就伸进去 然后在脊椎旁边附近这样抓一抓 那时候确实是乱抓了 也没有固定位置啦 那只要抓 我发现她就睡得着 要不然她还要贴麻啡贴片啊 吃止痛剂甚至肋固存 安眠药吃了很多药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有一个 她安眠药不用 只要有人抓 她就可以睡得着 但是只要有人手一挺 她就又睡不着了 所以我有时候担心 这些看物会偷难 有时候半夜 我都还眼睛偷瞄一下 看有没有还继续 怕他们如果偷难 我太太又难过了 那因为八个小时 其实这很累 那有些人就会怎么样 受不了 可能身体也会出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可以加进去 所以要四个人这样轮流 那其中还包括我 我也亲自在帮我 所以原则上 照顾我太太是五个人轮流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状况就是 我太太有一次就是 腹骨勾肿痛 我太太又跟我讲 哎呀 一定是癌专医了 她说 哎 看来真的是 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我说 阿婆安慰她说 你不就早就前身都是癌的 你从头到脚底 哪一处没有癌的 都是癌 那多了一次跟少一处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这样安慰她的 但是她肿痛还是痛啊 我想还是要解决 那我也没招了 因为以前在山上各种方式都试过了 好 所以我只好 开始又在帮她全身抓的时候 哎 突然间碰到她臀部的时候 我太太说 很痛很痛 但是我没有用力啊 我只是用指尖这样轻轻摸啊 那时候我太太是皮包裹 所以轻轻摸已经都快碰到骨头了 对她来讲刺激还算蛮大 然后她这样激烈的反应 我想这里其中必有缘故 所以我就在那里多抓几下 哎 她当天感觉痛就缓解了 然后我继续再帮她抓两三天 肿也消了 这时候让我很振奋 我终于确定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病痛 一定都有一处开关 那她全身都痛 我只要把所有的开关找出来 那她全身的病不是我都能解决了吗 哇 这个等于我所有的窗户 以为都被关起来 又看到一个窗户被打开的曙光 透进来那种欣喜啊 你们可能都感觉不到 所以我开始疯狂似的 疯狂哦 开始在我太太全身上下 每一条街 没有一处我不摸的 开始找她的开关 日以继夜 几乎可以这样讲 连睡觉都在想 哪里是开关啊 我一定要赶快找到 要不然我太太随时都可能挂了 所以当时候那种急迫的心情 好像在跟死神 在拼斗一样 我走得慢死神就靠近一步 那如果我走得快 死神就远离一点 所以我发现那时候的疯狂程度 比我当时候在考中医师 还要用功 因为完全的投入了 那就在短短我太太那一段时间 其实你们现在今天拿到的 这一本书的开关 有百分之七十 就在那一段时间 不到十个月找出来的 所以如果不是我对我太太 那种急迫性 不可能那么快 突破了那么多的开关了 那我太太最后是怎么样 痛都缓解了 其实最后都没有贴马飞了 因为经过这样的处理 然后开关找到 加强这些 我确定 哇 然后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 你这一套 可以帮助很多癌症患者 像我这么痛苦都可以减轻 他说你要继续研发 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人 他当时给我鼓励 那我觉得好 那这个既然确定 我现在我跟他安慰 我说我一定会帮很多人 但是到了有一次 就是我太太快往生前 就是其实他也没有痛 然后他家人也来 然后大家还很高兴 白天早上还在聊天 那吃了一顿饭之后 他说他累了 想躺下来 一躺下来 突然间就感觉不对 两血压快没有了 就急速下降 那医生说他快往生了 那我想时间真的到了 所以我遵守我太太的交代 她说一定要死在家里 她不想再一人往生 所以立即办出院 然后那一天我特别记得 刚好7月2号是什么 台风天啊 风雨交加 那旧物车 在风雨交加中快速的及时到 往我家奔驰而去 那我开车子紧追在后 好那到了家 门口刚一打开 我一进去刚入门 我看就听到我孩子嚎啕大哭 我知道我太太应该断气了 那时候我安慰我孩子 我说不要哭了 你哭妈妈就走不了了 我叫他们还是要平静的送妈妈一层 那也叫一些注念团开始来注念 但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最低谷 我说我太太走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件事就是 我太太在医院的时候 她问我 她说如果我继续这样处理 你看你一天要请四个看护 然后我三天就吃一斤的酸 三天一斤的酸是多少台币一万块 一个月就要十万块的 就等于两万块的明币 那我一个月花掉的钱台币 差不多包括医院的什么费用啊 种种啊单人房啊 还有一些特殊的药啊 比如利尿剂啊 这些挂瓶啊 种种点点滴滴算出来 一个月要台币三四十万 一盒这里我看差不多七到八万 那这个事很沉重 我太太就有一次讲 那你绝对入不苦出 孩子又三个都又很小又要痒 那你怎么办 她说所以她活得会有压力 我跟她讲一句话 我说你不要这样想 我说你只要活着 我们全家就已经算是团圆圆满了 那如果你走了 我们家就破碎了 所以我说你是无价 不要用这种价值来衡量 我说你只要活着一天 我就很快乐 你走了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即便你多活两三年 我大不了就负债千万而已 那我当医生的我要这样撞回来不难 我就这样安慰她 这一句话真的是我内心的话 为什么 她走的时候我在帮她办理后事的时候 家里的种种 历历在目 也就过去的一些回忆都还在 痛苦 我觉得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因为第一个 我是当医生的 我连我自己最爱的人都救不来 我以后还有面子再继续当医生 在面对我以前的患者了吗 我第一个念头就这样想 我说那这样我当医生 已经失去这个意义了 所以我说我活着 那既然不当医生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还能做什么事 所以那时候有好几次 真的想轻身 我想挖一个洞就跳下去 从此就不要再出来 痛到想死 好几次 那最后为什么又活下来 有一次我还是终于想通了 第一个 我想起我太太跟我说的话 她说你这一套 一定要把它研发出来 来帮助这些癌症患者 然后我继续想 我的孩子都会那么小 我走了 这样算是负责任吗 所以当时我经过这样 苦苦挣扎之后 在生与死边缘上 反反复复思索之后 我开始重新定位 人生的价值了 我说如果我这一生 活着还有意义 那我第一件 一定要解决癌症 这个世纪大病 如果我活着不能解决 那我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我不把这个 刺激大病解决 我没有动力再活下去 这个愿望一发出来 那是从内心直接发出来 不是什么宗教什么都没有 就直接 人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意义在哪里 我终于确定 活着就是要解决这个病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下半生如果还活着 我就是为这一件事而活 那也因为这样的心理 我就把孩子继续托人家照顾 我说我不可能照顾他们 又继续研发 所以我跟我孩子就是保持这样的关系 他们也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孩子到现在 到了前几年才跟我比较好 为什么 他们不大谅解我 他认为我这个爸爸的 根本不关心他 然后到处就去演讲 也不理他们的生活 最近他们差不多前几年 我们才开始谈心理的话 也就是妈妈的种种 以前因为那个是对我们 都是心理的一个伤疤 我们很怕去解开它 因为里面还是血淋淋的 我们不敢面对 那到了前两三年 我们终于可以躺开来谈 那他也才能了解 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 他也知道 这件事情的意义 所以我孩子现在已经比较懂事了 那这个情形就是我出来之后 我开始就是继续我的路 就是把再花两年在我的诊所 把其余在我太太未找出的开关 再从很多病人身上找出来 那找出来确定了 应该差不多就在那里 那2006年第一版就开始出来了 那第一版出来之后 我想疼痛好像不但能解决 而且很多其他的疑难杂症 也可以解决 这时候我就想时间应该到 也就是我质疑的生涯应该该结束 因为活着已经不是在赚钱 我想终于想通了 活着就是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那所以我决定把诊所关掉 然后再把孩子全部举家迁移到北部 这到2008年我才创立了基金会 就又重新开始 因为当时候会诊所 我认为再开下去没有意义 就是第一个我即便研发出来 我能救的人只是一个小区域的人 不能利益到我说的要解决天下人的疾病 那这个不符合我的发言 所以我想还是以发言为主 所以只有从教育下属 没有其他方法 好 所以一难解难这样 到基金会来 那创立之后我们就开始 印很多小册子光盘 继续在大量各地流通 那之后因为又遇到很多问题 就是很多人质疑 那原始点只不过就是按摩嘛 他不了解 这些开关跟按摩是有区别的 那我想既然这样大家都在质疑 那就要把原始点的理也要说通 所以那时候开始 又再开始写书了 写理论的书 尤其到了2009年 我来国内开始北京演讲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曾经在北京演讲过有一年 那时候来这里也发现 中医也存在一些问题 那我想不如何不如把中医的问题 还有原始点的问题 一起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之后就开始写 我们的小册子了 那这样到今天你们拿到的 终于告一段落 也就是到我来之前的前一天还在改 那改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已经都怎么样找出来发布了 这一次当然它是十页份 那如果今天你们听到的 这一版 我相信以后要改 已经几乎很难改再改动 也就是可以定版了 那这一层意义就是怎么样 以后我的光盘不会说一改再改 就是这一版很可能就是 今天拍摄的 很可能就会大量流通一段 很长的时间 那以后再看大家的反应 还有什么没有讲到 再做小幅度的 边边角角的修改 就像一条脊椎七处定位之后 有没有再修改过 有 但是那个就是臀部啊 延伸一点点 其他到现在几乎也没有跟动过 所以你们学手法 你们还是看我2010年拍摄的影片吧 到现在你看经过六年 也没有再更新版出现 也是这样的 那这一次也是这一层意义 那前后也花了好几年 好 所以我把整个原始点的延企 也做了这样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我2006年拍的一个影片 原本只希望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但就在内人得到癌症之后 整个家庭就陷入酬盈产物中 再也快乐不起来 虽然想尽各种办法 来抑制癌症的蔓延 但终究是徒劳的 最后转移至前身骨头 那种疼痛 简直万简穿心 难以承受 面对此种困境 我苦苦思索 如何才能减轻他的疼痛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下 我终于悟到 原来患者感觉的痛处 都不是真正的起源处 感觉的痛 只不过像影子而已 如果只是在影子上下功夫 不但无疑 而且有害 那么疼痛的起源处 也就是本尊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内人的身上 我发现任何一处病痛 都有一处固定的起源点 只要在起源点适当的处理 那么疼痛就会消失 为了找寻本尊 几乎触及内人前身上下 每一条筋 就在日复一日寻寻觅觅觅下 很多答案终于水落石出 不但缓解内人许多疼痛 而临床应用在患者身上 一样有立竿见影之效 这时我才充分体会到 看病要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道理 这些年来 每当回忆起内人病重时 所说的那段话 就感慨万千 哎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做了慈祭幕后委员 专门为慈祭收善款 但是还来不及走到目前 生命已走到尽头 为了不让我太太的愿望落空 以今年初 疼痛疗法的小册子 终已出疏 如今更进一步发行光碟 以便使读者更容易了解 来帮助更多疼痛的病人 希望以我有生之年 来走完我太太未走完的路 来实现我太太未实现的梦 所以为什么我会创立基金会 很简单 因为基金会是公益的 我要求基金会的人员 一定要做到这样 让患者感动 让他们愿意来帮助基金会 那让基金会散的力量 能够不断地循环 所以原始点 我认为应该要走公益 所以很坚定的要跟他们讲 就是不能有买卖 到现在我在这里推广 我也要跟各位学员讲 这个目标坚定的 不会变的 也就是以后原始点 在国内的发展 一定是以公益 服务为主着 不会因为人的更动 而有所变化 这也是跟大家讲 不用再问我 那以后会走下什么 就是公益 服务 然后真正利益到 病苦的众生 而是无私的付出 不会想说 我要从他身上赚多少钱 不能有这样 我希望原始点 不只带给民众的 是一个健康的理念 而且要让他们 没有负担的 来接受厌世点 那操作者 一定要有这样的心 我是真的无私的付出啊 真正受益的 当然患者也会受益 但真正的受益 我相信是你们的自己 因为这些患者会成就你们 我在我太太 我就看到这样 我太太我帮她找的过程中 最后让我 对医学 可以更深层的 深入的研究 然后了解整个的医学 也正在成就 如果没有我太太 我的医学技术 还是很低的 我想帮助人 还是做不到 所以原来在帮付出资计 原来真正受益的原来是自己啊 所以我们怎么有理由说患者欠我们什么呢 而是我们应该感恩患者给我们这样的学习成长机会啊 所以原始点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中心 把病人当作我们什么老师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老师来就是要好好服侍老师 而不是管理他 要求他 要软言相欠 这才是原始点的精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秉持着这样 把原始点 把它继续发展下去 让这个社会有一股清流 不是像医学 夜做 然后都在算计 甚至想从患者身上 捞多少钱 这种念头绝对不能有 也给这个社会有一股清流 然后带给民众的没有负担的压力 我相信这个社会一定更加和谐